尽管狮子是凶猛的捕狮者,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会失败。 当当在狩猎时,成功率并不是那么高。 如果你想看到狮子在狩猎时失败的情况,那就加入我们,看看15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时刻。 第一位,蜜花对决狮子。 一只熊狮向蜜花发动了冲锋,但蜜花给熊狮制造了麻烦。 这只蜜花不会容忍狮子的胡闹,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容忍。 它向熊狮明确表示自己不受欢迎,命令它离开,除非熊狮愿意团结一心,共同合作。 经过一番思考,熊狮决定加入蜜花。 蜜花是无谓的动物,即使是最凶猛的狮子也不能吓到它们。 在这个视频中,这两只蜜花的粗糙和坚定似乎让狮子感到困惑,导致它们对自己的行动产生怀疑。 我猜这就是,为什么它们不会对这些动物产生太多麻烦的原因。 在这个视频中,有两只蜜花与一群狮子对质,说蜜花没有胜算,实在是轻描淡写。 但对于蜜花来说,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 蜜花与狮子进行搏斗,导致狮子逃走。 可以理解蜜花的较劲,让这只年轻狮子感到困惑。 组成这个狮子群的大部分是年轻的幼崽。 它们必须挠头想想,为什么它们的母亲在狩猎前没有告诉它们这些奇怪的动物,总是很有趣看到出乎意料的事情。 第二位,长颈鹿对决狮子。 在杀死一只小长颈鹿幼崽后,小长颈鹿幼崽的妈妈奔跑过来,试图用它强壮的腿践踏它们。 长颈鹿为失去幼崽而悲伤,看到狮子吃掉它的幼崽,让它倍感屈辱,所以它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。 当这只母长颈鹿试图踢一只离它幼崽太近的狮子时,不慎踢到了自己的幼崽,将它踢倒在地上,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杀死了它。 幼崽保持在地上一动不动,而狮子们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。 当其中一只狮子袭击母长颈鹿时,它抵挡住了它们,但离开了该区域,以便这些狮子可以暂时享用幼崽。 当一些狮子试图击倒一只长颈鹿幼崽时,母长颈鹿前来救援,但幼崽可能已经受伤严重,因为它摔倒在地,这可能标志着这只幼崽的终结,尽管有母亲的陪伴。 第三位,肺肺对决狮子 肺肺是世界上最大的猴子之一,雄性体重可达33到82磅。 一只母狮追赶一只在从林中休息的肺肺,抓住了它的不备,肺肺没有逃跑,反而决定与母狮对抗,并最终躲在倒下的树上。 母狮似乎无法接近它,观看一只年轻狮子被一只侵略性的肺肺制服并赶走。 我猜这只灵长类动物认为熊狮是幼年熊狮,所以毫不犹豫地冲向了这只猫,肺肺很坚强,但不应该能够挑战狮子。 然而在这个视频中,这只年轻狮子试图袭击一只肺肺,而肺肺追赶了狮子。即使狮子进行第二次进攻,肺肺仍然站在原地挑战狮子。 不幸的是,肺肺野心勃勃,当时子群的其余部分跑来时,肺肺被伏击无处可逃,对它来说一切都结束了。 第四位,蜥蜴对决狮子。 当两只年轻狮子靠近一个蜥蜴时,其中一只狮子被蜥蜴抽了一巴掌,吓坏了这只大猫。 使它重新考虑了自己的小计划,一只巨蜥蜴不慎走近了,一群不熟悉这种动物的狮群中,它们对该动物不确定该如何处理。 大猫本能地害怕爬行动物,对它们感到警惕,但很可能狮群中的其中一只会抓住它并逃走,也许不会。 母狮和它的幼崽玩弄了一只小巨蜥蜴,它们在一条土路上发现了这只蜥蜴。 幼崽们非常小,所以对这只爬行动物来说并不构成威胁,而看起来母狮比它们更害怕这只蜥蜴。 一些较年轻的狮子看到了一只爬行动物,并决定爬过去近距离查看。 一只年轻的狮子变得太勇敢,被蜥蜴抽了一巴掌,这让它痛不欲生。 此时,它们决定放弃并回到树木的舒适地方,而蜥蜴继续欢快地前行。 第五位,狮子对决狮子。 熊狮经常为交配或领地权而争斗。 在这个视频中,一只成年熊狮与三只年轻熊狮对峙,似乎将它们打回了原形。 因为这三只狮子似乎都屈服于它的要求。 看起来这只雌狮让所有这些熊狮都很兴奋,它们都想和它约会,所以它受够了逃走了。 但所有四只狮子都追着它跑,在狮子世界中,成为受欢迎的雌性似乎相当复杂。 看起来,这只熊狮不想与雌性分享食物。 但当另一只熊狮试图接近斑马尸体时,它变得暴怒,两只狮子争夺猎物。 它们让我想起两岁可怕的孩子。 第六位,斑马对决狮子。 这是一只顽强的小斑马,不愿屈服于一只侵略性的狮子。 就在似乎这只斑马将成为晚上的主菜时,它给这只狮子带来了麻烦,并设法逃脱了大猫的掌握。 这只斑马在踩它的狮子后逃跑了。 尽管这只狮子拼命试图抓住斑马,但斑马的脊脚踢完成了逃脱。 这只母斑马当一只狮子试图抓住它的幼崽时,毫不畏惧。 它挡在侵略者和它的幼崽之间踢了狮子鸡脚,使着两只斑马逃脱了狮子。 无论狮子有多强大,狮猎始终是危险的。 这只雌狮在追逐斑马时受伤更加严重。 狮猎过后,它走路一瘸一拐,对于一只雌狮来说,保持健康状态非常重要。 如果它要继续与狮子群一起前进,这只雄狮看起来也不好。 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,也许是一只大猩猩打了它的脸。 第七位,老虎对决狮子。 在与狮子搏斗时,一位曾经处理过狮子和老虎的动物训练师断言,老虎几乎总是会获胜,并且会证明自己是更强大的战士。 老虎在体积上比狮子要大,大多数专家在一场战斗中更愿意选择一只西伯利亚虎或孟加拉虎,而不是一只非洲狮子。 但在这个视频中,雄狮似乎是这片灵土的主人。 在这个有黑白镜头的丛林中,一只狮子和一只老虎陷入了混乱的战斗中。 所有人都在看着,战斗看起来似乎势均力敌,但却充满了恶意。 老虎不如狮子大。 也许这解释了为什么狮子占上风在战斗中的某个时刻。 我不知道是谁提出了将老虎和狮子放在同一个围栏中的绝妙主意。 但这只狮子与几只老虎交手。 当老虎们靠近它时,它们并不过于侵略性,而只是从狮子身边走过。 第八位,豪猪对决狮子。 这只豪猪在深夜遇到了一群狮子,狮子很好奇,但对豪猪没有过于侵略。 它们检查豪猪寻找脆弱的部位,狮子群的参与者数量增加。 但结果并没有改变,狮子们会决定继续前行,不再打扰豪猪。 豪猪是一道美味的食物。 这些好奇的狮子正在寻找一种方法来用爪子挖开它,以便能够把它翻过来。 然而,这并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。 因为这只豪猪刺刺的非常灵活,知道如何躲避, 这些狮子遇到了一只豪猪,迅速发现与之嬉戏可能会导致非常混乱的情况。 它们对这发生什么有一个很好的了解,所以并不是加太大压力。 但有时诱惑力太大,它们仍然试图抓住它。 结果刺卡在它们的爪子和嘴巴里,它们对会发生什么有一个很好的了解。 第九位,大象对决狮子。 一对交配的狮子想要喝水,但这四只雄性大象不允许,它们决定制定规则。 其中一个规则是,不允许狮子在这个水坑喝水。 狮子通常被认为是兽类之王。 当然,直到真正的王犬出现,并告诉它们谁才是老大。 当一只大象在深夜突然出现时,一只年轻的雄狮决定不冒险,迅速逃走。 当大象追赶这只熊狮时,塞伦盖地发生了一次激动人心的事情。 一群大象保护了一只幼崽,而一群狮子则坚守阵地保护了一次新的猎物, 然后发生了一场追逐。 当大象群认真对待追逐时,狮子们迅速收拾行李,逃离了那里。 一群暴走的大象是你绝对不希望挡在前面的东西,即使你是一只狮子。 第十位,犀牛对决狮子。 在丛林中的所有动物中,成年犀牛是唯一我从未见过狮子击败的动物。 在我们的缩略途中,这只瘦弱的熊狮走得离犀牛太近,可能会让它度过一生中最惊险的一次旅程。 这两只熊狮必须小心翼翼,因为一只愤怒的犀牛迫使它们离开,其中一只熊狮跛脚几乎无法奔跑。 我不知道犀牛是否是罪魁祸首,但它只是想让它们离开。 我认为信息很明确,但由于某种原因,带着跛脚的熊狮还在附近徘徊。 这些猫是固执的,因为它们已经有了猎物,正在尝试吃东西,但犀牛却不答应。 所以,它只是不停地骚扰它们。 在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中,野生动物爱好者们发现了一只犀牛,被一群母狮追赶。 最后,犀牛毫发无伤地逃脱了这些大猫的追逐。 狮子群只是想玩耍和培养它们的狩猎技巧,但它们无法击败成年犀牛,脚马长颈鹿和斑马观看着。 当时八只狮子试图攻击一只巨大而健康的犀牛时,我们没有看到狩猎的结果。 也为犀牛跑进了灌木丛狮子群追逐着它,但如果我必须压住,我会把钱压在犀牛身上。 非洲野生动物园总是充满不可预测性,在前往卡里加野生动物保护区,进行野生动物园游史,人们永远不能确定会遇到什么。 在这次野生动物园游游中,游客得到了一个巨大的惊喜,三只白犀牛,两只成年犀牛和一只幼崽,正在开阔平原上吃草。 恰好是狮子群选择白天休息的地方。 当野生动物在非洲丛林中交回时,你永远不知道事情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。 第十一位,脚马对决狮子。 脚马经常被狮子捕猎,它们经常被杀死,但在一对一的情况下,它们有时能够逃脱。 有时在这个视频中,看似注定的猎杀,变成了对这只母狮的失败,脚马具备自卫的能力。 这只公脚马成功地反击了每一次,最后它决定亲自攻击这只母狮,让它感到不安,放弃了狩猎。 这是我见过的最勇敢的脚马。 当一只母狮在一个小水坑里发现,这只动物而不是逃跑。 这只动物向母狮冲了过去,把它撞倒。 然后当看起来母狮已经控制了局势,并且即将杀死脚马时,脚马成功地将大猫推入了水坑,并再次面对它。 我不知道这会怎么结束,但要赞扬这只脚马的巨大勇气。 当一对狮子,试图偷偷接近一只孤独的脚马在高草地上吃草时,这只脚马迅速转身面对母狮并驱赶它们。 这只大猫保持谨慎,试图包围这只脚马。 但最终,这只脚马抵抗并赶走了这些狮子。 第十二位,水牛对决狮子。 水牛是强大的动物,母亲会尽一切努力保护自己的小牛犊。 我们在这个视频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。 一只母水牛冲向一只熊狮,以防止它抢走它的小牛犊。 不幸的是,有太多的狮子来应付。 所以母亲必须放弃战斗。 我敢肯定,如果只有一只狮子,这只水牛母亲会救下它的小牛犊。 当这只狮子群,包括一只巨大的熊狮,围绕着一只水牛母亲和它的小牛犊时,似乎两只动物都注定要死。 当小牛犊消失在浓密的灌木从后面时,情况变得危急。 但当水牛母亲有勇气跑到树木后面,看看发生了什么时,它发现了它的小牛犊。 两者都可以看到从这只狮子群中走开。 我不认为这对水牛来说是一个圆满的结局,但仅仅这部分就令人难以置信。 水牛明白了它们在一起行动时的力量。 无论狮子有多强大,如果水牛团结一致的冲锋,狮子什么都不能做,只能逃跑。 第十三位,野狗对决母狮。 母狮站在那里,对抗一群愤怒的野狗,保护它们的巢穴。 它没有逃跑或离开它的幼崽,而是站在那里保护自己和小家伙。 事实证明,这只母狮已经独自生活了八年,养育过其他单一的雄性幼崽。 就像这只一样,在这个地区,公园的其他导游曾经看到它经历了比这更大的战斗,与其他狮子和猎狗对抗。 它以极其坚强和无畏的形象而闻名。 可能正因为如此,野狗没有再次发起攻击。 在野外,雌性狮子的预期寿命在15到16年之间。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,你可以看到抵挡一群野狗变得更加困难。 这个视频中的熊狮太大了,野狗无法包围它,野狗之间通过尖叫声来互相交流。 现在我觉得它们正在彼此大声喊叫。 尤其是当熊狮退到看不见的灌木丛中,可以随时对野狗发动伏击时,野狗决定终止狩猎,回导它们的巢穴。 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。 第14位,猎狗的对决。 一群猎狗围攻一只正在喝水的年轻母狮,有一个猎狗引发了对它的骚扰。 然后呼唤其他猎狗前来玩耍,熬叫声基本上是猎狗,用来询问你在哪个方式。 回答是我在这里,然后通过重复来进一步传达我需要你的知识,所以赶快来找我。 母狮采取了明智的行动,保持静止蹲在地上,如果它跑掉了,它们会杀死它。 令人惊奇的是,它们都站在它的身后,所以母狮甚至无法看到距离它只有一米的猎狗。 在最后,来自另一个群体的另一只猎狗到达。 所以,石斧动物忘记了母狮追赶敌人,当大象出现并赶走所有的动物,从而拯救了母狮的生命,也为它在逃跑时得意脱身。 当一群狮子包围一只猎狗幼崽时,其他猎狗冲进来救幼崽。 但由于有太多的狮子,还有一些雄性,我怀疑石斧动物能够激动作战。 但只是看到它们挑战如此多的狮子令人叹为观止,这需要巨大的勇气来做到这一点。 狮子和猎狗互相讨厌,因为它们在相同的领地中争夺相同的食物。 这个视频中,狮子和猎狗正在争夺食物。 如果猎狗的数量超过了狮子,通常就是这种情况。 因为猎狗群体可以拥有一百名或更多成员,而狮子的群体通常在十到三十之间。 视频中有一只年轻的雄性狮子,对于狮群来说是好事。 但猎狗不会停下来,直到狮子屈服,放弃它们试图保护的任何猎物。 第十五位,河马与狮子对决。 这个视频中的河马母亲知道,她需要保持靠近自己的幼崽,也为饥饿的鳄鱼和狮子等待着抓住小河马的机会。 尽管成年河马非常强大和致命,但小河马是毫无防御力的。 即使对于一只年轻的熊狮,就像视频中的这只一样。 当这只熊狮走进水坑时,它咆哮着,让其他人知道它在那里。 这给了母亲一些时间来隐藏它的幼崽。 但这只熊狮仍然试图接近进入水中,这是一个巨大的风险。 河马母亲向大猫扑去,试图将其赶走。 缺水不是干旱期的唯一困难。 另一个问题是,雨水河水的缺乏导致食物难以获得足够的营养。 因此,河马变得好斗,挑战通常会避开河马,就像视频中的狮子一样。 这些狮子并不是在寻找麻烦,但河马不希望狮子进入它的领地。 水线标志着边界,跨越它需要准备好进行战斗。 河马的身体上布满了战斗伤痕,表明它是一名斗士。 我怀疑狮子不想与它纠缠,河马对于狮子来说也是危险的动物。 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群狮子会退缩。 当他们发现一只河马时,这只河马是一名斗士,而且它有战斗伤痕来证明这一点。 但看起来它已经受够了,只想躲在水里。 当它试图逃跑时,一些狮子追赶它。 但过了一回就放弃了。 特别是当爸爸到来时,所有的孩子都用拥抱和亲吻来迎接它。 这些视频中很多都有出人意料的结局,你最喜欢哪一个? 那就是目前为止的全部内容。 感谢观看,下次再见。 。